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四十一节 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约翰禁止一个人奉主的名赶鬼 只因那个人不服从他们 不是他们一伙的 但是耶稣却说 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这表明主耶稣让我们有一颗宽广的心 今天我们是否也会犯这个毛病呢 又不是因为任何属灵和真理的原则 而单单只是因为对方与自己的做法 想法不同 就去排斥抵挡他呢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因为凡为主所做的 就必然从主得奖赏 由此可见 凡我们做在人身上的 动机比一切都重要 即使是一杯水 如果是为主而做的 就一定会从主得赏赐 我所做的事情 是否都是为主呢 我是否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下 能够有一颗宽广的心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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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